你是那个孕妇是吧 你是那个孕妇吗 那个破孕水的是吧 打开湿蚕 跟着我走 打开你湿蚕 当天下午5点多 一辆小轿车行驶到 济南工业北路维尔康路口时 突然停下 向正在路口站岗直行的辅警 进行求助 需要临产了 羊水破裂 需要我们紧急送到医院 需要求助我们交警 为他开一下道 情况紧急 辅警联系了指挥中心 席条信号灯远程操控 随后驾驶警用摩托车 为孕妇车辆在前面开道 因为是晚高峰时段 交通用堵嘛 我们就直接就联系 我们中队的数字警务室 进行远程调控 把信号灯全都变成绿色 一直执行由东往西 全都走到BRT线路 警车开道一路几尺 很快在警车的护送下 车辆顺利到达了医院 高峰时段应该20多分钟 才能到山大二院 经过远程调控信号 还有我们二轮摩托警车的护送 只用了仅仅6分多钟吧 就把产服送到了山大二院 因为与孕妇随行的只有一名女士 到达医院后 两名辅警又帮忙联系了大夫 并将孕妇推送进了产房 事后经过了解 孕妇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目前母女平安 我继而帮忙联系了大夫 详伦